歡迎大家收看車公寧籤的五身邊 繼續有唐忠純師傅 師傅,這集有四字頭 這個四十塊籤,很快 沒錯,這是上籤 是, 我們一樣, 看到相簽相當歡喜 問題是要研究它的相在哪裡 方向如何 主題思想給我們啟示 知道了, 我們體會或運用起來 就會得心應手一點 四十簽這支相簽的簽文 第一句是這麼說的 神有靈簽, 實報君 即是你相信, 是吧 即是你要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 都會告訴你 第二句是人和, 忠視福來臨 天時地利, 忠和 都會趨向福, 好的方面來給你 雞鳴犬肺三更喜 戒陰了, 不知道不覺就會怎樣 告訴你, 將來的 早向門前聽好音 即是你聞言歌之雅耳 對, 聽到聲音, 知道有好東西 你快點怎麼樣? 迎接, 好像我們新春要接財神 這樣做, 是吧? 類似什麼意思 這支相簽我覺得挺好的 為什麼?舒服 好像也不用很辛苦 有什麼做就行, 是吧? 跟之前的有些不同 這支签文主題很簡單 第一, 你要相信, 是可以的 第二, 你等, 當然肯等 第三, 肯相信肯等, 就成功了 你說多好 好像什麼都不需要特別慶祝 而且這個签文 我看到四句都是好的 有時候想簽出來也有一兩句不好 對, 要經過很大的艱難 你過了就好了 是的 這個好像挺舒服, 是吧? 是 比較舒服 當然不是說… 我出路等不如以往 不是這個意思嗎? 意思是你平時準備功夫做好了 你做了這麼久 神就告訴你 是時候了, 給你了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看看這麼好的签文 問事空情況如何? 那就是… 紅色多一點 基本上都是偏吉的 沒錯, 我們也一樣 看看財運方面 物精財運是吉的 當然, 你每一間公司 都有自己的目標和定向 你堅持, 堅信 你的堅持可以成功, 就可以了 要做的就照做 各方面, 天時地利要配合好 當然要安排, 都說沒有採留等 不過會自然一點 和輕鬆一點, 沒那麼緊張 你實實在在, 應該繼續做 基本上下半年你就會知道 收到一些聲氣 或者你在做的事情 會有些成功希望 有成果等等 當然是可以了 但那些成果 未必一定是真金白銳的 是未必的 各方面, 總之你會覺得 很好, 豐盛, 不錯 這樣就可以了 但其實我想問 假如拿著一支簽文 四句都不錯的簽文 是否這一年 我做任何想做的發展都可以 基本上是, 但問題是任何發展 任何的範圍太大 有些可以快點知道可以還是不可以 有些需要時間長久才會知道 所以是時間長短知道好的分別 假設那個人求簽了相片 做一些擴張生意 沒問題的 都適合的, 也可以的 對… 真的非常一支好簽 正財運就是這樣 但我們很少說偏材會刺 真的沒試過 都非常不錯 我已經說是中的 因為說偏材刺 我怕誤導大家有投機的風向 我又沒有想 你自己看再假裝 只要你不太貪 基本上也會有回報 也不錯 而且投機的變動比較大 所謂三間貧、五間負分 四一間不見很多 或者得到很多 這是它的性質 只要投資的方向不要變得太重要 要堅持…要相信 相信誰呢?相信你自己 對嗎?你自己定的方向 不要變來變去 其實已經一定有回報 其實真的非常不錯 已經是中的了 已經是中吉了 完全是 不妨可以拿一些閒錢去玩玩 好了, 事業方面 當然, 在職的朋友也是吉 當然, 這是一往無前 一往無前的意思是你照做 他會定時定後給一些 要升職就升職 要看得起你… 要怎樣就怎樣 我覺得以打工仔來說 你要的東西都給你了 對, 也算是這樣的 但現在實質地打工仔 除了升職有時候 你知道有些打工仔 最重要是加薪 也沒問題 有嗎? 可以的 這一年也會有這個像 有…最後一句 可能未必就是… 加薪好像有一個定制 多數都是上半年 但有些未必有公司連尾才通知 這些簽, 如果加薪 我覺得是下半年 雞鳴犬費三更起 聽到的聲音 可能連尾分花紅 對, 加薪可能會有特殊的獎金 獎勵之類 因為每間公司都不同, 很難說 如果這樣會不會是那種 譬如不是定身的人 可能有一點是算這個… 擁金為主的… 會不會更好 會不會更好 對, 因為那些多勞多得 是嗎? 如果你要… 凡是擁金制的 天時、地利、人和更加配合得很好 當然要努力 又要努力, 又要人際關係好 又要哄到別人開心 才會令你的擁金增加 對, 可以告訴你, 會比較好 加薪了, 不然可以多賺錢 但如果求職的朋友 是否一年頭就有佳音 很多好工等著你 對, 能成高就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當然, 你自己定時 也要跟隨自己的能力去定 又不可以太高無怨 這也是一定的, 對吧? 所以基本上要的都可以給你 即是年頭, 春季已經有了 對, 沒錯 因為四句都沒有太大的參差 說是差的 只是越來越好 我們第二句是第一句 第三句是第二句 第四句就比第三句好 我們說是步步高 這是相當不錯 記住, 找工作不要太高無怨 但基本上可以找到一份好工 是 戴一枝這麼刺激的簽, 上簽 問姻緣也是宗 因為姻緣不僅靠自己 是 就是要和合, 是嗎? 真的要天時地利人和才造就到 是一個佳偶或是一段好姻緣 有婚姻或長期固定關係的朋友如何 長期固定關係, 為何要中呢 就是要…很簡單而已 根本這支簽就是你相信 就是始終如一 感情是和合, 是嗎? 就是人和 對, 美的姦呢? 對, 共同一人, 一起就怎麼樣? 共父就很… 如你說同金嘛 這個就是同金的 不用你共父了 但是為何會中呢? 就是你求到而已 你求到是你這支簽 另一半呢? 沒有這麼巧 兩個人求到同一支簽吧? 所以也要有一個磨合的過程 要能夠達到這個結果 是需要共同的 所以不能夠說到吉去到那麼盡量 就是… 也要提醒各位觀眾 就是你求到這支好簽 你也要付出的 不可能坐在那裡等別人付出 那就中了 有固定關係的就是這樣 但是為何未有固定關係 想要拍拖的朋友都是中呢? 為何? 你未有嘛, 是嗎? 那你就要有 基本上這支簽 都是特別有情人、忠誠變熟的 如果你在拍拖還沒固定 你就會固定, 或者結婚 因緣未就不能拍 亦能夠成就良緣美門 但是要你怎樣? 要爭取嘛 你也要做的, 要投入的, 要參與的 對不對? 要經營的 所以還是中了 男女的看法也差不多? 差不多的 這個也沒有說男生好一點 女生比較差 或者扔轉也沒有, 都是差不多的 好, 至於如果想生小朋友 求得這支簽又行不行嗎? 這支簽也是中的, 有沒有人刺 但是它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要堅持, 你相信 你相信什麼呢? 第一, 你想要寶寶 第二, 你要相信你會有寶寶 第三, 你要有少許方法 大家去調理一下, 對吧? 就是下半年就有個… 有佳陰 對, 有佳陰 對, 會有佳陰 好, 至於求家宅方面 有佳陰是否也不錯呢? 不錯, 因為刺的, 對吧? 刺的是什麼呢? 大家相處都和睦的, 對吧? 各就各的崗位 各有各的工作也好, 讀書也好 什麼也好 其實這是一種和諧之象 又不會有勾心鬥角 有國為心事 又不見到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變成家宅真的不錯, 挺刺的 自身方面, 求得這支籤 同樣都是吉象的 對, 各方都安安的 包括你出門, 對吧? 去辦事, 旅遊會更開心 去工作也會成功 遇險就算有, 你也逢凶化吉 我覺得就不錯了 所以自身平安大吉 一切順利, 這樣就吉了 好了, 健康方面 求得這支籤 同樣都是吉象的 當然是吉, 天時地利, 人禍遷就你 身心也平衡, 當然是吉 若然做手術, 問到這支籤 馬上做了, 快點, 不要拖 不用考慮了, 搞定了就很快 會復原, 康復, 康復 所以這一年的健康上 也沒有特別說有甚麼需要去注意 沒有特別需要 只不過始終我們是城市人 要注意的是… 其實是需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睡眠質素 好, 記住了, 注意睡眠質素 好, 這時候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說另一支籤 稍後回來見 回來第二節的時間 繼續跟大家解構第四十一籤 這支籤仪師傅是你最喜歡的中籤 讓大家有選擇 對, 中籤真的不錯 可以考驗我們的智慧, 我們的定力 取決方向的能力 中籤, 怎樣中法呢? 我們看看吧 它說, 涉衣欲過攤頭海 以整裝待發 轉繼回來怕濕身 要瞻前顧後, 是不是? 要做好準備 人若不信辛苦事 對, 何能取得保安寧 即是這個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 你要得到一件事 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整支籤, 中籤的主題 就是整裝待發 瞻前顧後, 不辭勞苦, 最後成功 所以中得來好像也響吉 當然, 你要不辭勞苦, 肯不肯 還很順 又要整裝待發 要瞻前顧後, 其實挺辛苦的 而且也是那句, 有取捨的 你的選擇最重要 無意有獲 有選擇已經可以說是很幸福 不如看看吧 這支籤, 問事吉凶情況如何 全部一色 清一色 都是你自己選擇, 拜託 是意思的, 對 好, 可以選擇 馬上看看正財運方面 當然, 當然, 都是中的 正財, 去經營 不管你是任何行業 穩定一段時間, 你又要再沖 然後再穩定一段時間 基本上是一級級的上 這支籤就說 你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對, 要整裝, 重新踏上徵圖 要開拓一些新領域也可以 或者開發新產品也可以 視乎你的行業的內容 做足準備, 還要滿懷信心 還要這樣, 這是最重要的 打定輸數 我不是說, 遇上了不行 要不是你遇上了不行 到時你不行, 你會失望 這是支籤的第二句的意義 對嗎? 然後怎麼樣? 形難而上 沒有東西很容易採留就可以 一切順利的東西 都是你之前做好所有準備功夫 機會棄給有準備的人 我覺得絕對對 無論你走好運也好 甚麼都可以找到, 形難而上 保住你已經有的東西 肯定是吧? 不要把自己擁有的東西 拿去壓重注的意思 或者把自己擁有的資產 壓到別的投資 意思是你先保住已經的東西 然後更上層樓, 上到哪裡 不要緊 即時上不了很高 好, 就一步步上去 都是上的開始 其實是在說這件事 總之其實是有機會上的 只要你有做足失敗的準備 要 心態上調節好 絕對有機會擴張 不過根據千聞 雖然這樣帶來 擴張可能不是這一年內的事 對, 但未必是這一年 但你做足功夫的話 向前看, 你的前瞻性 你會看到, 未到而已 你會知道 會有一個好的發展 好, 正財運就是這樣 偏財運同樣都是中的 偏財運中, 我覺得中已經好 你會有一個好好的 不過你要重新估計過 所有原先的東西 打散去重新來過 有信心出擊 我覺得有力一搏 人不太會擴張, 賢餅也很高 所以才會中 如果是書面大, 就會淋空 千文裡沒有一個 就是你一定會虧錢 沒有保護照片是… 保護上可… 不妨可以玩一點 至於事業方面 當然說過, 每件事都是中 所以事業、載職的朋友 求得這支千文, 同樣都是中 很簡單, 你的工作當然要做好 做好之餘, 其實需要整裝 你要向前, 對吧 其實要修養自己 或者在職進修 我們現在說是終身學習 也做好善後的措施 一定要尖前顧口, 這支簽叫我們 不可以死就死, 拍一下胸口 向前衝先算, 不行 做好之後就可以一拚 看看你有什麼目標 向某個職位或某個事做好它 也是一支可以建議你轉工的簽 是 對 只要你不怕辛苦, 就可以了 但成果的那一句會否在這一年 暫時未必看到特別的話 升職加身那種 對, 但起碼你紮實, 站穩腳步 看到路的發展會向好 沒錯 未必立即那一年直上青雲 但你看得很清楚 知道自己紮了筋, 穩定, 不會浮 已經相當不錯了 再職或轉職也不錯 如果求職的朋友又如何呢 可以的, 但求職就一般般 又不會有很大的驚喜 亦不會讓你失望 總之就有一份工作給你做 有沒有說, 根據簽文 第幾季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呢 有沒有說 其實他沒有特別說到 哪一個季節會找到 基本上四季都可以找到 當然越早越好 如果你想找到, 多數是年初 適應職場的習慣就行了 對, 求簽 我們經常說 多數是大家年初的時候 大家會求簽, 很少年中 所以我們會論四句簽文 大概是春夏秋冬去分 大家可以自己看 你自己求的簽, 去分 好, 至於姻緣方面 求得這支簽, 也是中 這個姻緣, 怎麼看法呢 這個姻緣始終很難找到很刺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要雙方磨合, 是嗎 這個會有一個參差 你想我不想, 我想你不想 有時候, 對吧 譬如這支簽的簽紋 如果對於已經有固定關係的朋友 真的有一點桃花象 為什麼 桃花象不太嚴重 不過是在心裡, 應該還沒發生 又想又怕死 有很多人, 很多人有這種心態 又想又怕死 不管了, 我建議不如不想, 對吧 對, 要保養家庭的和樂、安寧 不要多想, 想多又沒意思 趁未發生, 讓她不要在搖籃裡成長 否則心思思有件事很麻煩 男女… 會有, 男女也一樣 我想特殊固定關係的朋友 情況有機會有外貌之心 如果想要拍拖的男女又如何呢 如果未有拍拖 或是剛開始想發展的 不要這麼快決定投入 要先了解深一點 不要一頭摸下去 然後發現很多問題時才再抽出來 感情投入, 再抽出來 有難度一點 就會傷心一點 對, 寧願是怎樣 寧願挑剔一點, 嚴尖一點 了解多一點, 深入一點 這個世界沒有不勞而獲的事 突然走出來, 每樣都好 對你也好, 什麼都好 你也好, 你就要有懷疑 其實這一年… 不然被人騙就麻煩了 這一年其實不開展 一段新的關係會比較好一點 又不是, 來到又沒理由不開展 對嗎? 只不過叫你扔下來 你就不要… 扔下來, 就好像… 就算是, 太過了, 什麼都看不到 這樣而已, 理會一點點 可能想生嬰兒求這支籤又如何 生嬰兒中得來有希望 要做一些特別的安排 就算不做一些醫療上的安排 也就是夫妻之間的協調 無論是心情、飲食、習慣 計算等等, 做這些 就算很容易, 令環境容易懷孕 基本上要下半年以後才會有機會 不過也是一樣 真的要年頭開始努力一下 這個要準備, 對… 至於家宅方面 覺得這支籤同樣是中 也是辛苦一點操持 但還是各私其職 沒所謂, 長輩就比較辛苦 因為他會要維持 有些成員是不安的 不安可能發生很多小事… 大事又沒什麼小事、情緒 要安撫, 要這樣而已 所以就是中 自身求得這些籤, 同樣都是中 是怎樣中法呢? 就是因為如果出門的話 就更加小心 小心水火周居 例如去旅行、出差公幹 有些人都會遇到不測風雲 待會又有飛機嫌悟 這些小問題 但是很煩, 沒什麼大事 就是小問題而已 對… 買好旅遊保險 對, 沒錯, 這個對… 就會比較安全 好, 健康方面求得這支籤 同樣都是中 健康主要是休息 小事勞心 就不會很大事, 要你憂慮 所以健康方面 保持睡眠質量 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你做一個小時 已經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要問做手術 那又適合嗎? 沒問題, 手術是辛苦的事 做完之後也要痛苦 很快就會康復 那支籤是叫你要做的 就是不要猶豫 反而是不要猶豫, 不要拖 對, 但一定要課給三家 一定…尖前顧後, 是嗎? 要衡量 明白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的車工凌遷再見 拜拜